哈喽 大家好 嗯 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呢 我们来折腾一下这个v2ray啊 我有的应该科学上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 呃 有点多段就拿这个v2ray跟这个咱们之前用的这个shadowstocks来进行比较啊 呃 其实怎么讲呢 我是这么理解呢 v2ray呢 它可能包含的协议更丰富一点 然后呢 它的配置相对更复杂一点 如果说你仅仅是作为一个 嗯 翻墙的工具 就是一个梯子的话 我还是比较建议用shadowstocks啊 就因为它配置也比较简单 但是v2ray呢 其实如果你仅仅是作为梯子的话 它的配置也可以很简单 嗯 因为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一个需求 具体的需求 所以呢 他可能在网上就找了这个资料的时候 呃 很多 呃 别人讲述的东西 描述东西并不是自己所需要的 呃 所以呢 导致呢 这个 呃 把整个事情搞得很复杂很复杂啊 呃 那其他其他事情 我就不说了 我们来到它这个官网啊 呃 我们呢 还是同样的环境 在vps去安装这个v2ray 然后呢 在我们的本地去安装它的客户端 呃 我们就是用作为最最简单的方法来安装 那行 那我们还是到这个vps上面去啊 能打开 嗯 官网的话 其实 呃 安装的过程就有一条命令 就是这条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嗯 首先呢 是通过这个卡这个cui 这个命令去 这个网站去拉取这个文件 拉取下来以后呢 因为它是一个share文件 所以呢 用bush这个 嗯 类似于解析器吧 类似于它 然后去执行这个go.sh 呃 就是这么一句话 啊 那行 那我们还是在这方操作一下 嗯 回车 我给他告诉你这个卡没有啊 没有怎么办呢 我们去安装一下啊 abd get install cui 然后再把刚才命令再重新敲一遍 那这时候应该已经开始去下载了 嗯 呃 在这个地方呢 它屏幕上打印 我们注意看了 有两个地方需要去记一下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两行蓝色的这个 字串啊 一个叫做端口 一个是u uid 我们把这两行给copy下来 嗯 同样方法 我们还是找一个文本文件来贴一下 这样的话 不会忘记 哎哟 没复制下来 复制一下 ok 那这个呢 服务就已经安装好了 但是呢 因为它是没有启动的啊 就说它服务安装完之后呢 呃 它是没有默认帮我们启动的 我们可以通过去查看一下啊 这就说明它那个进程没有起来嘛 那就说明它这个服务没起来 服务没起来 然后怎么办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 这个 呃 system c control 然后呢 enable v2ray 然后呢 再来一下啊 system c control start v2ray 呃 挑完这两句以后呢 第一句就是相当于是把它这个服务给 使能起来啊 就是一个一个是dc ever 一个是enable 然后第二呢 就是把这个服务正式启动起来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下次这个vps重新启动以后呢 也同样是生效的话 就说你这两个命令你操作一次就ok了 那ok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进程到底有没有正传起来啊 v2ray 嗯 大家看得到啊 就是有个进程这个id是1263 它是有个正传起来的 那从这个地方呢 从这条命令 我们可以也可以看到啊 它的这个配置文件是哪里 是这个etc v2ray config.json文件 这个是不是跟咱们之前那个shadowss里面的那个那个json文件是不是很相似 就是很相似啊 那我们可以从上那个同样去看一下 看得下 config.json 呃 这地方呢 我不建议大家大家去改啊 就是如果你仅仅是做一个翻墙的工具的话 我们不要去改 它怎么写 我们就保留它的原样 什么都不是不要需要操作啊 那到这个为止呢 vps上面操作就已经全部ok了 我们先退出来 然后呢 去下载一个客户端 因为我这个是麦克电脑啊 麦克电脑 我们就用这个v2rayx 直接在这个页面里面 回到的话 我会把这个命令跟相关的一些网页链接 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啊 自己去下就行了 工程地址呢 是这一方 然后我们下达它的版本 找到这个release 我们去下它最新的一个版本啊 1.5.1 那我本计的已经下完了 下完了以后 它是一个软件包 解压 这部包 解压出来就是一个app 我们双击它 打开 啊 它会告诉你应该缺一些 组件吧 我们直接安装就可以 啊 它告诉你说 如果你是第一次去运行这个v2rayx的话 就这个消息就忽略 我们就忽略好了 忽略OK了 然后呢 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个就是v2rayx的图标 应用图标 它就这个图标 那我们是需要做一些配置的啊 我们先找一下这个配置在哪里 嗯 直接啊 它有一个config 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config 嗯 打开这个配置页 它这个地方有个有个config config 我们打开这个地方 这个是adress 就是服务器 我们把刚才打这个保存的这个txt打开 服务器 服务器就是你的vps的ip 啊 ip的话 自己去看一下就好了 这个应该自己都知道啊 或者从那个 kvm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我们把这个ip复制一下 然后贴过来 ip 端口就是对应的这个端口 我们也给它复制过来 uuid是这个 其他东西都不用动啊 其他东西都不用动 我们直接ok就好了 他这个墨应该是已经正常已经启动了 那这样我们把这个原来的ss先关闭 我们去看一下google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上网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呃 其实你如果说仅仅是分钱 或者说就是科学上网的话 其他的配置跟 跟那个shadowsoft是不相不相上下的啊 但是有另外一点啊 就是你如果你如果去看他这个 看他这个 就是什么啊 看他这个这个文档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功能非常非常强大啊 像我们的这个config文件是最最简单的一个config文件啊 但是呢 我我是这么觉得啊 就是你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讲 他没有 那么多的需求去做 特别复杂 然后呢 特别看下特别搞多样的东西啊 因为我们仅仅是用来做一个科学上网 那行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有任何疑问呢 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来提问 也非常感谢的那个 有需要的朋友们来 喜欢我的频道来订阅我的频道 好的 再见